今天我也不怕跟你说点实话 其实当初学家破产以后 你那么着对学阳 我看着挺心寒的 不管你们家跟学家 以前有多大的仇 人家已经破产了 该结的就应该结了 学阳跟你就算不上是朋友 那好歹也是在一起 吃喝玩乐了这么多年的熟人 总也不至于那么着对他吧 有爱就说明你还有人味 有人味呢就还值得教 爸 莎莎回来了 我给你们安排了 周五的晚上 你们两个在一起吃个饭 你一定好好给我表现 争取这次 把你们的关系确定 不是 莎莎谁啊 锦芯投资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呢 我早就告诉过你了 这个我能不去吗 你 你记住啊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把这件事给搞砸了 万言吉他那儿正好有个 保洁工的位置空着呢 我给你留着 您舍得这么摧残我吗 您舍得这么摧残我吗 喂 王姐啊 万言心里那边情况怎么样啊 是吗 好 我知道了 一会儿到公司谈吧 嗯 你试试啊 看我舍得舍不得 怎么会亏损得这么厉害啊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让财务前后给我核实了五六遍 才确定这是真的 哎呀 这也太快了 现在那边所有的高层的位置 又都空缺 各个部门呢群龙无首 整个万言心里 已经基本瘫痪了 那孙权他们 不是知道你已经回去了吗 他们在你手下干这么多年 念旧情的话 总该回来帮帮你啊 不是他们不念旧情啊 是 以万言心里现在的状况 已经有点回天乏术了 我跟他们联系过了 他们都说被周少骂伤了心 担心一旦回来 万言心里要是还没有起色 或者更差呢 他们既不是要顶一个更大的罪名 这么一来 对他们日后的发展 和在业界的名声 负面影响太大了 所以 都怪我呀 把一个好端端的万言心里 交给了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手里 你这边准备怎么办 我呢 先给你拨一笔款 你招一些人 先把公司运作进来 这恐怕不是个办法 新招的人要能上手得一段时间 等新人上手了 重新建立关系网 又得一段时间 原来很多公交商因为周少骂的缘故 都不再跟万言心里合作了 还得重新再找公交渠道 这一来一往的 时间资金 人力物力就全得耗上去 这段时间 公司刚开辟了几个新的市场 正是用人用钱的时候 如果突然增加了万言心里 这么个脱油瓶 那总司会吃不消的 而且很有可能 会被拖垮的危险 这可就太得不偿失了 有道理啊 那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 总不能把万言心里 其中在那儿不管啊 已经烫手的山芋 可以让别人接着吗 万言心里这些年 在业界还是有些可悲的 如果现在 我们马上联系满家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 卖个好价钱的 什么 你是说要把万言心里给卖了 而且越快越好 咱们一宣传造势 这效果还真是挺明显的 现在这个餐饮协会 旅游公司和物联网 都已经给回话了 说希望能面谈 你们说 咱们先跟哪方面的面谈 你说吧 我说旅游公司吧 我觉得要是能把小农场 搞成旅游项目的话 咱们就不用等 庄稷长熟了 咱们就可能就有第一笔入账了 行 先跟旅游公司谈 我现在就去 我送你去吧 不用送什么呀 我打个低就走了 都在呢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周末才回来的吗 你也不回家 把包先放下你是 不顺道 这是省得来回折腾了 小农坊那边 我已经安排好了 所以想尽快回来 给你们汇报一下 那行 你先跟他们俩汇报吧 我得上套旅游公司 走了啊 别 我还是送你吧 真是 瘦了 累坏了吧 累 主要是心累 你要知道我跟你认识到现在 从来没有分开过那么长时间 我已经完全不能适应 每天看不见你人 听不见你生命的生活 所以我做完 把小工厂的工作安排好 就连夜到了镇上 等着第一班车过来 立子 你答应我件事好吗 以后不管我们在别人面前 装诚实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姐弟也好 就是不要再分开了 不管怎么着都再也不要分开 永远都在一起 行吗 永远啊 那要好长时间啊 总在一起不会腻吗 不会啊 跟你在一起多长时间都不够 永远都不够 行吗 我尽力 这两天你要到处跑 车就你开着吧 我本来又准备给你开辆车呢 要不这个周末啊 咱们就去车行开一下 你说什么呢 你现在公司一笔钱都没进账呢 你给我配什么车呀 拿你自己钱还是拿智力投资公司的钱 我告诉你 我就怕你这个 你要这样我只能辞职了 你拿我当正常员工对待 对不对 那好吧 不过今天啊 你还是开我车去吧 旅游公司确实太远了 行吧 今天我开着 下班之前我给你送回来 行 走了啊 好了 散开吧 陆总一会儿该回来了 再抱一会儿 不是说好了 在外人面前 该装什么关系就得装的吗 来 王总啊 好好好 我们这边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你看一下这 你这放心吧 我等你电话啊 看黎薇呢 周万里已经同意卖万元新律了 王剑说最晚下个礼拜 就安排我过去跟他们谈判 看来王剑要做空万元新律的计划 进行得相当顺利啊 是那个周浩配合得好呗 不过 我要是去万元集团 一旦碰上周浩 那可就麻烦了 他可是认识我的呀 放心 这个我已经考虑过了 周万里现在肯定是对周浩失望至极 如果要是真的在万元集团碰上了 那你就当不认识他 周万里肯定是宁愿相信你的话 也不会相信他的 再说还有汪剑在一边帮忙呢 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我本来也是想找个机会 跟周浩好好聊聊的 你还要跟周浩聊 多一个敌人不如多一个朋友 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 我想他应该能明白点这个道理吧 周浩 小农场建的怎么样了 让我也看看吧 你看 这没电了 我刚刚电池明明装的呀 这 你看 老爷爷 你比如说 二爸季过来啊 你确定二妈三爸准三爸他们今天不会过来吧 肯定的呀 你光听听就知道这里边关系有多复杂了 放洒傻呀 没事过来玩尴尬 这是说自家人的语气吗 不是 就是自家人说自家人才敢那么透彻呢 又没外人 是不是 你可答应我了 对叔叔的态度可不能像以前一样了 知道了 你看完这些 是我专门为他给他调到最选和的酒准备的 有的人还没过门呢 在某天的孝顺女婿做得还蛮到位的嘛 我这大舅子看着也是非常满意啊 妹夫啊 别忘了我二爷孝顺一下我啊 你凶 哎亲爱的 啊 斯波瑞你可可 哎 咋子可以来啦 咋子可以来啦 欢迎 欢迎 好 好 嗯 哎 哈哈哈哈 今儿还是很晚约啊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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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找你来啦 嗯 你那么一个列表的人 找了那么多家媒体 不只要我们可可 你显然太让我们上气了 对啊 我们今天就是来兴师问罪的 怎么啊 是不是不把我们当朋友 没有 怎么可能嘛 哎呀 主要是我们这个绿豆园呢 这都能都是种萝卜种菜的事 跟你们这样的 时尚界大腕实在是不沾边 所以 我说你平常的脑子挺灵光子 到这事儿怎么那么迟钝呢 你要知道这时尚界的人 哪个不比普通人更喜欢健康啊 绿色有机啊 你做这个私人农场DIY的这个创意 本身就是一个特烦身的事儿 你不跟我们搭 你跟谁搭 你可真有力了 哈哈哈哈 对啊 哎呀 我这个实人真的是蛮糊涂的 我的错 我的错 好 就这么定了 绿乐园下也正式杀入时尚界了 那我看这感觉现在这事儿还给你管 啊 啊 你别这样 你错了 你的梦想实现得够快的 第一批订单已经拿到了 哎呀 没办法呀 实际上咱们家人多呢 哎 我这样子一商量呢 有没有幸福跟咱们插过一把 这个栗子姐将来是要终于把这个绿乐园 做成上市的 咱俩关心那么好 算你一股 那太好了呀 呵呵 总看着你们一家人天天在我面前秀甜蜜 我还以为你们早就不打算带着我这外人玩了呢 谁说你是外人啊 我一般人把那拍牆手抠都抠不下来 呵呵呵 哎 学那个例子也怎么样 挺好的呀 这人啊 只要把事情想明白了 再把标准呢定得低一点 其实想高兴挺容易的 我现在就不求别人 只要能能在一块儿就行了 你看 挺乐好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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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哎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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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坐 过来坐 对 快跑 对 来了 喂 二伯 我来了 你来不来了 不是 喂 你什么意思呀 你不敢给我打电话是吧 你能不能快回回啊 是 你的画展 你的朋友 什么都在我前头 什么都比我重要 对 你说对了 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 我今天邀请你 也就是客气客气 我也没打算你要来 这儿也没给你留位置 我跟你没话说 那个 好了 好了 没事 你们先聊着吧 没事 真没事 不是 他们父亲俩老吵架 我一开始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后来 就是小疯子 这是跟他爸撒娇一种方式 习惯就好了 来来来 喝酒 来 好了 别生气了 你不是答应我 跟那个叔叔发火吗 怎么又控制不住了 废话 他说放我鸽子 有放我鸽子 没有一次说定的事 他能不反悔的 我是想对他好点 可是他也得给我机会啊 行了 行了 叔叔信哥你不是不知道 他既然没来 肯定是自己的原因的 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别难说了 要不然 我心里也不舒服 嗯 笑 我看到外面的宣传啊 想进来最多热闹 欢迎吗 我们家只招待朋友 所以我才来的 若阳自己处理 我原作吧 听说齐点最后的自创酒 都是用公社来做鸡酒 所以我特意让朋友 从墨西哥带了一瓶饼 吸的特希拉 饼做赔罪礼物 希望齐点当然有大量 我们以前的小摩擦 就一笔勾销了 好 你来个担香过来吧 啊 一瓶就把我打发了 那我起不是很明面 怎么样 也得一箱嘛 不知道我一见酒 就叹得无厌吗 还有 你还是叫我小疯丫头吧 你叫我齐点特别扭 总觉得你在挤着我 行行 我们今次担香过来 这回行了吧 小疯丫头 嗯 嗯 舒服了 来 喝酒 来 来 来 周深啊 人到了吗 嗯 还没到 不如说马上就来了 哦 哎 车来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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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周浩 哦 我知道 你怎么不给我开车门呢 啊 你应该亲自给我开车门的 以前追悟的人都是这样子的呀 这叫做绅士风度 我下次注意 脾气还很好的 我蛮喜欢的 你有追到我的潜质哦 咱们先进去吧 我会把火锅打开车门 我会把火锅打开车门 啊 啊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沙沙小姐 请 不用了 你先听你安排就好了 就按准备好的上吧 好的 还是这里好 没有窗户 就是白天来了 也不会被太阳晒 我最讨厌晒太阳 我在澳洲的时候啊 就被晒了一次 皮肤都晒破了皮 害得我 用了六七瓶的蜡沫 每天全身擦 擦了一个月才保养过来的 真是没有办法 我就是皮肤太嫩了 讨厌死了 你看看 是不是啊 不好意思 蜡沫是什么呀 这个你都不知道呀 这是号称 全世界最贵的面霜呀 一瓶也就两三千块钱 我用了六七瓶 也就一共花了几万块钱而已 是挺便宜的 尝尝吧 这些都是 这儿最拿手的海鲜 菜都上齐了吗 当不甜点还没上 没胃口 你怎么一点 一点功课都不做呢 好过分啊 你应该知道 我刚从澳洲回来 没有多长时间啊 我在澳洲的时候 天天吃海鲜 吃的我呀 就是一看见海鲜两个字 就想吐哎 你还请我吃海鲜 不错 你和我的口味 很合适 我刚才让你点菜的时候 你说一切都听我安排 那时候你怎么不说这些 人家 就是想考验你呀 考验你对人家 到底有多细心多认真呀 你现在是在追我 难道你不应该做这种功课吗 什么事情都应该替我想好啊 这还用说吗 不是 我说你 好了好了啦 人家第一次跟你见面 真的不想跟你吵架了 那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 下个月呢 是我的生日 你就要好好地买一份礼物送给我 对了 一会儿呢 我叫人给你发一张清单 就把我所喜欢的礼物 和我不喜欢的礼物 都告诉你 这次你千万不要买错了 对了 不会主动索取 我会等着你给 因为我明白 让你主动给我 比我豁上脸皮索取 对你更有吸引力 周浩 在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吧 你不可能再找到 比我更适合你的女人了 你早晚会发现这个事实的 其实呢 还有 就是我喜欢的品牌里面呢 就是每一样都要很清楚 哎 我知道你们家总算在都是北方人 您能把那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吗 还有 我不管你十几年龄有多大 就您那长相 说是我妈表姐都有人信 您能不捏着嗓子 装老板凌智凌了行吗 我还有 我爸今天让我来追你 说白了 就是让我追你们家的钱跟实力 你爸让你来跟我约会 估计这目的也差不多 那咱就痛宽的 你而言嫁给我呢 我可以娶你 不过 我这不光心不会在您那儿 我这人也不会在那儿待多长时间 我会去找我自己喜欢的人 你也可以去找你喜欢的 一句话 结婚证往爸妈那儿一拍 咱就算是交差了 您要是觉得可以呢 这事咱今儿就这么定了 您要 你而言嫁病 住场 这些都收了吧 这些都收了吧 诶 诺书 你不用跟我道歉 我一定不会远 什么意思呀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妈这些年呢 从你们身上 在家吗 在 开门 你 爱过我吗 你都爱上我了 对 不用说 是 没事也得扶你 我们俩愿意扶你 我去挑的酒好喝吗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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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点一出 谁语称风 以后这种问题别问了 就是 姐姐 我来逼你吧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 不能 来 不能 他今儿心情不好 你没看出来啊 我的二爸 来 不许给我提他 谁也要给我提他 我跟谁急 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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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提他那小小头来破坏我的心情 不提了 不提了 说 我调的酒是不是事业上再喝了酒 是 是 是 当然是 对 那要我再到酒吧 是不是千世纪最棒的酒吧 那当然了 对对对 那当然了 姐姐 姐姐 你干嘛呀 姐姐 小头 你听到了没有 我做到了 我都为你做到了 可是你 你在哪儿啊 你走 走 走 来来来 来来来 接着 翔翔下来来 慢点 干嘛啊 姐姐 你干嘛 什么事 我没用 坐着说 坐着说 没有用的 你记不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 小小头就特别爱去酒吧 后来你跟二妈走了呀 他又更喜欢吃 他总是说 那里边有美女 有她喜欢喝的鸡尾酒 有特别特别有她喜欢的东西 所以啊 他就特别不愿意回家 我会就天天的见不着他 你知道 我为什么会去这条淘酒呢 我就是想把酒 跳得特别好喝 这样一来 就能让所有人来活在酒吧里 喝我调的酒 小小偷不是最喜欢去特有美国酒吧里待着吗 那他肯定就会来我的酒吧里喝酒了 喝我调的酒 跟我多说谱话 我就能天天见着他了 我说谱话 我说谱话 你真有本事 真有性格 你既然能把杀杀骂的 回去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你知道吗 人家家里已经放过话了 万元集团要跟锦芯合作 那是十辈子之后的事了 你是不是特有成就感啊 我告诉你 现在万元新烈 让你给搞的 我廉价卖都没人要了 你把锦芯集团又得罪成那个样子 你说你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东西啊 你是不是想把我辛辛苦苦打下到家业 都给我败光了你心里才踏实啊 爸 您是没看见啥啥 您要看的话您也会那么干的 是 我是可以为公司卖身 但是您至少还得给我找一个 让我看着她我能够吃下饭的主吧 就那大婶 长得就够夸张的了 那一张嘴你就彻底想把她扔在马桶里 当那什么给 给冲了算了 您要让我天天面对那么一主的话 我永远回来当清洁工了 再说了 全人界投资公司那么多 不跟锦芯合作就不跟呗 你看这家女儿都已经成那样了 他们家老子肯定好不到哪儿去 没准不跟他们家联姻还是真大好事呢 你给我闭嘴 你 你不是想当清洁工吗 好啊 我成全你 你现在就到后勤部就给我报道 从今天开始 您就给我扫厕所 是啊 您要不怕丢人的话我也不怕 薛阳都能给人家车厂打工去 我怎么就不能给自己家公司打扫卫生间呢 爸 我能给您提个要求吗 我能专门打扫董事长办公室的卫生间吗 董事长 喂 哦 是王姐 对 是我 哦 他们已经到楼下了 好好好 我马上去电梯口接他们 好好 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等我这两天 把卖万元心理的事处理妥当之后 我就考虑如何整治你 你给我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吧 哎 这是水曼亭环保公司的董事长陆振亭 这是我们周万里一董事长 哦 幸会 幸会 哎哟 欢迎 欢迎 啊 陆总 啊 里边请吧 请 好 请 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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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等一会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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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个 楚慕的什么准三爸是吧 我们在剥蜜见过面 没错 就 就是你 哎 这位是 哦 这是周董事长的公子周浩 哦 哎 我说你 哎 周浩 你在这瞎想了什么呀 赶紧回去 不是 爸 他是薛街人 我 我认识他 哎 汪姐 你什么意思 你弄个薛街人过来买万元心率 不是 周上 周上 我知道啊 你一直对我有成见 但是用这种方法 栽赃减癌 而且连累了多长 专门请来的客人 实在是有点 不太合适吧 是 我什么叫不合适 我说你 闭嘴 不是 爸 这没你说话的份 啊 赶紧回家去 不是 闭 闭 陆总 自家的孩子没有管教号 真是不好意思 哎 陆总 走 里边请啊 行 对 雷子姐 我正在想 汪检是怎么把这 Hall 厨木的准三霸给拉拢到手的呢 你这电话把这一切都给我解释清楚了 陆总 你这手段的确挺高明的 这万元心率的亏损 不会也是败你所赐吧 万元新律是在你手里败掉的 这个大功我可不敢自居 我最多只是借着你的功勋卓著 捡了个漏而已 你刚刚被你老爸骂过吧 你现在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等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不管你说什么 他都不会信的 更何况 当他们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已经成定局了 所以你过来跟我聊聊吧 我保证你会受益匪浅的 刚才给你发的短消息 就是我现在的位置 我等你 最后的单品是商业的 买衣服 一个是真实的 这样的三颗红颜色 真实的 这个当然是商业的 就是 不好意思各位 我来一个朋友 实在 放心 你们先看啊 好 宠物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给你二把捧场来了吧 大师 我有些话找你说 什么事啊 那么严肃 来来来 来 走 谢谢您 你怎么跟汪簡勾结 拿走了我的外缘心律嘛 总是失败的人 和总是成功的人 最大的区别就失败了 就是在失败的时候 是把所有责任都拖到别人身上呢 还是痛定思痛 自行己身 你想下一次再继续失败吗 周豪 我们万元 把你们冒森击败以后 你们在家里 就这么痛定思痛地想出这个招是吧 不错 效果非常不错 咱们一比一打平了 你们下一步是想展示收手呢 还是想继续对付万元总公司 周豪 其实薛家和周家 根本没有什么深仇大汗 商场上为了各自的利益偶尔对立 并不意味着两家人 就非得变成仇人不可 更何况 多一个敌人成本太高了 你经营万元心率的失败 不就是因为 你竖立太多根本不懂得沟通 到最后所有人都离你而去了吗 你要是早一点 学会谦虚谨慎地跟汪简成为朋友 那么今儿的万元心率 还会好好地留在你们万元集团的旗下 还是你们周家以你为傲的企业 而且 如果你不是在我们家破产以后 对杨洛景下施六亲不认 又对我的家人用尽各种手段 伤害和羞辱的话 那么我今儿出手相助的 就不是王简 而是你了 我今儿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 周家跟薛家上一代的恩怨 已经可以到此结束了 以后的天下是我们这一代的 所以我们应该有更适合 我们自己的相处方式 杨和楚慕 已经找到了他们钟爱的事业 我想你过不了多久 就应该接管万元集团了 我们两家 一个做环保 一个做家电 不会再是同一个行业里的竞争对手 所以我们没有理由 再去花太大的成本互相为敌 你觉得我说的这些话有道理吗 我这个人最看重利益 而且我特别讨厌别人说虚话 你刚才说 多一个敌人成本太大 这话我承认 可是你说你如果跟我成为朋友 你会出手帮我 这话我真的不信 以栗子姐你的智商 应该早就看出来了 薛家没有破产之前 我也没把薛阳当过真正的朋友 而且还在背后 做了许多不利益薛家的事 而且以后很有可能我碰到了什么 对我的利益造成威胁的事 我还是会只认利益 不认朋友 所以你不跟我为敌 我就以为你们做到头了 真的不相信你会出手帮我 就凭你现在说的这段大实话 我就愿意找机会跟你合作 因为真小人 比伪君子要可教得多 认利益没什么不好 我也认利益 比如你接管万元集团以后 历经图治地把万元集团 投资价格一再提高 那我会非常愿意地找相熟的投行 把万元集团做上市 这样我也可以从中得到一笔 相当可观的佣金 对你有利 对我也有利 那么这种忙 我为什么不愿意出手帮呢 你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些话 还像是虚话吗 我觉得 这儿环境不错 有时间的话 把薛阳约出来坐坐呗 我们下期养的视频 鳄鱼说 你爱过我吗 虎说 你爱上我了吗 姐 过两天你就跟楚慕 一块去小农场了吗 等其这一放假 你们俩一块过去吧 说好了 你们俩管网站 和二二四小时视频的 好啊 杨 要是有一天周浩也回来找你 要想和你做回朋友 你打算怎么办呀 他这个人吧 从来不会把他真正当朋友 在乎的 只是对自己有没有力 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太辛苦了 杨 你有没有听过一种新的商业理念 叫培养竞争对手啊 你想让我把周浩 当竞争对手培养啊 不是 我是想让你用这种理念 来对待周浩 其实周浩身上有很多值得你去学的 又能编测你的东西 比方说 他可以不在乎脸面 只要他需要 就能随时跟任何人成为朋友 比如说 他喜欢跟各种人交往 还以玩人间关系为乐 这些都是你欠缺的 也是弱于他的地方 你可以坚持你自己的做法 但是 你不能不了解他的做法 更不能 不会应对他这种人 因为在这个社会上 像周浩这样的人 甚至比他还过之的人大把 你早晚都会遇到 也早晚得学会 怎么跟他们招选 所以 干嘛不拿周浩心力来手呢 如果你能成功的 跟周浩保持一种 一敌一友的关系 那么你将来 就能轻松应对很多人 甚至可以让周浩 帮你应对那些 你根本就不想应对的人 这个其实就是 培养竞争对手的精华所在 学会欣赏对手 影响你的对手 在需要的时候 跟你的对手合作 让他的优势为你所用 明白吗 嗯 我试试吧 没错 我试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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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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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